S型人籠折了又折 差點找不到隊伍尾巴 歐洲各大車站大批旅客滯留 但這次不是微軟的鍋 而是法國高鐵系統被惡意攻擊 軌道被惡意縱火 讓當局維安只能持續緊繃 面對奧運潛在威脅 巴黎維安不得鬆懈 但近期巴黎市長受訪時卻坦承 雖然憂心恐攻 卻也是因為恐攻才爭取奧運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號 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分成三組人馬 在巴黎多處執行恐攻任務 先是巴塔克蘭劇院 照金屬搖滾樂團表演期間 遭三名武裝恐怖分子闖入 幾乎同一時間在法國國家體育場 先後三名自殺炸彈客引爆炸彈 還有四間酒吧和餐廳也陸續遭受攻擊 這場巴黎噩夢共造成一百三十人死亡 想不到就是九年前這一晚成為巴黎 舉辦奧運的關鍵 想將恐攻陰影靠爭辦奧運 重新凝聚人心 如今巴黎奧運順利開幕 華都也在各界努力下重新綻放 下地新聞 劉絕宇報導